希望能够在婚礼上展现出自己最美的一面,在婚纱的选择上,谭松韵非常注重细节和品质,他亲自挑选了几款心仪的婚纱进行试穿,并听取了好友和家人的意见,最终,他选择了一款简约而不失优雅的婚纱作为自己的婚礼服装。 除了婚纱外,谭松韵还精心挑选了婚礼的场地和布置,他希望能够在婚礼上营造出一种温馨而浪漫的氛围,让宾客们都能感受到他和徐凯的爱情故事,与谭松韵一样,徐凯也在为婚礼做着积极的准备,他开始更加注重自己的形象和气质,希望能够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婚礼的到来。 在婚礼的筹备过程中,徐凯也展现出了自己的细心和周到,他不仅亲自参与了婚礼场地的布置和策划,还特意为谭松韵准备了一份惊喜礼物,一枚定制的钻戒,这枚钻戒不仅象征着他们的爱情和承诺,也寓意着他们未来的美好和幸福。 随着婚礼的临近,徐凯和谭松韵的婚礼倒计时也正式开始了,他们开始忙碌地筹备婚礼的每一个细节,希望能够在婚礼上给宾客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婚礼倒计时期间,徐凯和谭松韵也频繁地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两人的甜蜜瞬间和婚礼筹备的进展,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这段美好的时光,并期待着婚礼的到来。 而粉丝们也纷纷为这对恋人送上祝福和期待,他们表示,徐凯和谭松韵是一对非常般配的情侣,他们的婚礼一定会非常浪漫和美好,期待他们的婚礼能够成为娱乐圈中的一段佳话。 终于,在万众瞩目中,徐凯和谭松韵的婚礼如期举行,婚礼现场布置得温馨而浪漫,空气中弥漫着幸福和喜悦的气息。 在婚礼仪式上,徐凯和谭松韵携手走过红毯,共同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交换戒指。 许下誓言,将彼此的爱意和承诺永远均刻在心中,而在婚礼的晚宴上,徐凯和谭松韵更是与宾客们分享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和求婚细节。 他们的甜蜜互动和感人瞬间让宾客们纷纷动容,也为这场婚礼增添了更多的浪漫和感动。 随着婚礼的圆满落幕,徐凯和谭松韵也正式开启了他们的婚后生活,他们开始共同面对生活的点滴和挑战,享受着彼此带来的幸福和甜蜜。 在婚后生活中,徐凯和谭松韵依然保持着对彼此的关心和呵护,他们经常一起逛街,看电影,旅行等,享受着二人世界的甜蜜时光。 同时,他们也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和社会活动,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正能量和爱心。 回顾徐凯和谭松韵的爱情故事和求婚细节,我们不禁为这对恋人的甜蜜和幸福所感动,他们的爱情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力量, 也让我们相信真爱的存在和永恒,在此,我们也祝愿徐凯和谭松韵能够一直幸福下去,携手共度美好的人生旅程,愿他们的爱情长存,幸福美满。 徐凯显然深谙追欺之道,他的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目的明确,在两人感情日益坚固的基础上,徐凯决定给谭松韵一个终生难忘的求婚仪式,他悄悄地准备了一切,秀外会中的他选定了一处风景如画的地方, 布置得犹如童话世界,为了给心爱的女人一个难忘的回忆,徐凯特意选择了一个风景优美的海边作为求婚地点。 沙滩上铺满了花瓣,中央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新型蜡烛镇,周围点缀着各式各样的小灯串,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氛围, 当夜幕降临时,整个场景更是美轮美奂,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之中,除了美丽的场景之外, 徐凯还邀请了许多共同的朋友到场见证这一重要时刻,其中包括他们的经纪人、化妆师以及一些圈内好友等。 当谭松韵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一刻,他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之情。 随后,徐凯单膝跪地,手持一枚精致的钻戒向谭松韵求婚,从遇见你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辈子非你不娶。 他说出了这样一句简单却充满力量的话语,瞬间触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弦。 面对如此真挚的情感表达,谭松韵不禁眼眶泛红,泪水夺眶而出,他点头答应了对方的求婚请求,并紧紧抱住了自己的未婚夫。 看到这一幕,周围的好友们也纷纷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有的人甚至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为这对新人感到由衷的高兴。 其中有一位好友更是开玩笑地说,你们俩可别太得意忘形哦,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这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气氛变得更加轻松愉快起来,最后,在所有宾客的簇拥下,徐凯与谭松韵手牵手站在海边,留下了一张张珍贵的合影照片,无论是夕阳下的剪影还是夜晚璀璨星空下的笑脸,都将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之一。 总之,这次求婚活动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它不仅展现了徐凯对于爱情执着追求的精神面貌,也让更多人看到了这对恋人之间那份纯粹而又坚定的情感纽带,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一起走过更多风风雨雨,共同创造属于彼此的幸福生活。 就在这片繁忙与喧嚣之中,一场突如其来的甜蜜邂逅,悄然上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没错,这场邂逅的主,绝正是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两位明星,谭松韵与徐凯,近日,谭松韵因工作需要,从家中出发前往机场,准备搭乘飞机前往新剧组的所在地,他身穿一件简约而不失时尚的白色T恤,搭配一条修身的牛仔裤,头上戴着一顶时尚的渔夫帽, 整个人看起来既清新又充满活力,尽管形成匆忙,但谭松韵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甜美的笑容,仿佛在为即将开始的旅程增添一抹亮色,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谭松韵即将踏入安检口的那一刻,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没错,那个人正是徐凯,原来,徐凯也恰好在这个时间段抵达机场,准备前往同一个城市参加一个活动,命运的安排, 让两人在机场不期而遇,仿佛冥冥之中有着某种神奇的缘分在牵引着他们,当谭松韵看到徐凯的那一刻,他的眼中瞬间闪过一丝惊喜与激动,而徐凯也同样被谭松韵的出现所惊艳,他的目光瞬间锁定在谭松韵的身上, 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静止,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站着,用眼神传递着彼此心中的那份甜蜜与爱意,尽管周围人来人往,但谭松韵与徐凯仿佛置身于一个只属于他们的世界中,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温柔与深情,仿佛在说,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这样的甜蜜互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就在两人眼神交流的过程中,谭松韵突然开口打破了这份宁静,徐凯,我想你了。 这句话仿佛一颗甜蜜的炸弹,瞬间在机场内引爆。 徐凯听到这句话后,脸上露出了惊喜与幸福的笑容,他急忙上前一步,将谭松韵紧紧地拥入怀中,这一刻,机场内的所有人都仿佛被这份甜蜜所感染, 纷纷停下脚步,驻足观看,而谭松韵与徐凯则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享受着这份难得的亲密与温暖,他们的拥抱仿佛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周围人的掌声和欢呼声才将他们拉回现实。 谭松韵与徐凯的甜蜜互动迅速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围观和拍照,粉丝们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难得的一刻。 他们有的尖叫着,有的挥舞着手中的应援物,有的则默默地流泪,为这对CP的甜蜜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这也太甜了吧。 简直是神仙CP啊。 一位粉丝激动地喊道,另一位粉丝则感慨地说,看到他们这么幸福,我也觉得自己好像恋爱了一样。 现场的氛围异常热烈,仿佛每个人都被这份甜蜜所感染。 成为了这场甜蜜邂逅后的见证者,面对谭松韵的甜蜜突袭,徐凯展现出了他温柔的一面。 他宠溺地笑着,用深情的眼神回应着谭松韵的爱意,在拥抱结束后,他轻轻地抚摸着谭松韵的头发,仿佛在安慰他,鼓励他一样。 这样的举动让谭松韵的脸上露出了更加幸福的笑容,仿佛所有的疲惫和压力都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你真的很棒,谭松韵。 徐凯青生说道,我一直都在想你,也一直都在为你加油。 这句话仿佛一股暖流,瞬间涌入了谭松韵的心田。 他感受到了徐凯的真诚与关心,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对这份感情的信念。 面对徐凯的温柔回应,谭松韵的眼中泛起了泪光,他感动地看着徐凯,嘴角挂着一抹幸福的微笑,他知道,这份感情对于两人来说都意义非凡,是他们共同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所换来的珍贵财富,谢谢你,徐凯。 谭松韵轻声说道,有你在身边,我觉得一切都变得有意义了。 这句话仿佛是对两人感情的最好诠释,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他们看到了谭松韵与徐凯之间的深厚感情。 也更加坚定了对他们这对CP的喜爱和支持,在谭松韵与徐凯的甜蜜互动结束后,粉丝们纷纷涌上前来,争相与他们合影留念,他们有的拿着手机自拍,有的则拿着相机记录下这难得的一刻。 而谭松韵与徐凯也非常配合地摆出各种姿势,满足粉丝们的拍照需求,除了合影外,粉丝们还纷纷向谭松韵与徐凯索要签名,他们拿出自己的笔记本,海报等物品,请求两位明星在上面留下自己的签名。 谭松韵与徐凯都非常耐心地一一满足了粉丝们的请求,并在签名时还不忘与粉丝们亲切地交流几句,让他们感受到了明星的亲切与温暖。 在谭松韵与徐凯的甜蜜互动过程中,机场的工作人员也被这份甜蜜所感染,他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为这对CP的甜蜜而感到由衷的祝福,他们真的很般配啊。 一位机场工作人员感慨地说,看到他们这么幸福,我也觉得自己好像也年轻了几岁。 另一位工作人员则笑着说,希望他们以后能够一直这么幸福下去,成为娱乐圈中的一对佳话。 随着谭松韵与徐凯在机场的甜蜜邂逅被曝光后,社交媒体上迅速掀起了热议,网友们纷纷在微博上转发,评论和点赞相关的话题和图片,为这对CP的甜蜜而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满足。 警号谭松韵许凯机场甜蜜邂逅后,警号这也太甜了吧,简直就是偶像剧里的情节啊。 一位网友激动地说,另一位网友则感慨地说,看到他们这么幸福。